我們今天在Waterloo乘搭了一個小時左右的火車 來到英國南面的百年古城Winchester 這裡除了有很出名的英國公開學校Winchester College之外 在市中心還有相當多的歷史古蹟 也是南面其中一個最富裕、最美的區域 我們今天一齊來探索一下這個城市 Winchester作為英國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中世紀古城 都曾經是英格蘭的首都 所以在這裡你經常都會見到相當多的古蹟 譬如我身後的Winchester Cathedral 就是在1079年已經建好了 所以算起來都有九百多年歷史 還有在這裡一路走 你間中都會見到部分的圍牆 還有有不少的建築都依然相當有以前的英式 歐洲那種味道 所以住在這裡其實跟Cambridge的感覺有少少相似 那這個城市不算很大 但是裡面是一種混合英國古代的古蹟 又有一些新的商店、商店、cafe等等 都是其中一個英國被損為生活最快樂的城市 在英國九間最最高的公開學校裡 除了我們經常都知道的Eaton College Harrow School West Pinter School等等之外 其中一間就是我身後的Winchester College Winchester College 其實在1382年的時候已經是成立了 所以是英國其中一間最古老 亦都最有歷史地位的頂尖私立私校 這裡不單是私立的學校校網很好 其他的state school的公立學校 基本上全部都可以說是good或者outstanding 我們由Nights Quarter 走到Winchester College 只是12分鐘步程就可以到 我們今天來到Nights Quarter 參觀一個兩房的示範單位 這個單位非常之闊落 有900多呎 我們現在馬上去看看 今次Nights Quarter 其中一個設計設備 比較特別少少 亦都不是每個設計都有 就是你看到它所有門的門框 其實都會做回這一隻 有少少British style的Skirting 還有所有的房門 其實都做回這些texture出來 我們來看看主人房 在Nights Quarter裡面的大木單位 都非常之 spacious 都很闊落 你看到這裡 除了兩邊可以放到床頭櫃之外 床尾還可以放多一個梳妝桌 亦都有一個全落地的玻璃窗 所以是非常之光亮的 今次這個主人房 當然亦都配備了自己的 built-in wardrobe 還有一個en suite built-in wardrobe 今次這裡的設計 就做了L字形 所以上面這裡 其實是再可以放到入面 這裡整條已經做了掛衣的位置 還有上面可以放多一點 storage的東西 小一點 我比較喜歡今次的顏色 在Nights Quarter裡面有三種顏色可以選擇 有這種我自己喜歡的湖水藍的顏色 有一種是綠色 還有一種是灰色或是beige色的感覺 那這種湖水藍我自己覺得 是elegant得來有帶點trendy的 你看到除了這些長生存會做這些feature的磚之外 也都已經做了一個storage的位置 燈位都會做到 如果是master bedroom裡面 就會配備一個shower 也都有一個rain shower的位置 我們先看看第二間睡房 這個 second bedroom 以size來說 其實都差不多等於master bedroom 那麼大 當然一邊都是有個非常之闊落的落地玻璃窗 另外你看到這裡就是三邊落床 就會配備浴缸 也都做了一個rain shower 也都做了好似酒店式套進去那種的area 可以讓你放一個shower gel和shampoo 當然在那個用料和顏色方面 你見到都是用這些比如是beige的顏色 配上一隻marble effect的style stone 做完所有的儲物空間 在Nights Quarter裡面的大量房單位 其實感覺上雖然是住宅屋 但跟住宅屋的感覺很相似 你見到走廊位置 這裡會有一個雙門的設計 去到客廳的位置 一進來就是一個非常非常之闊落的客廳 很多時候我們如果住宅屋 未必是可以把kitchen dining和living area 睡得那麼開 但是這個空間 就真的好像平常住house 會有kitchen 會有一個island 後面剛剛好可以放到一個6人的dining area 還有一個living room 每個compartment就真的分得非常之清楚 我們來看看廚房設計 今次是一個U型的廚房設計 一般的焗爐微波爐 都是西門子的牌子 上面也會做了少許儲物空間 今次做的廚櫃 都算是做得貼近上頂的位置 所有的煮食爐 還有這個洗碗碟機 都是用西門子的牌子 只有這個pick的叉油煙機 就會用Electroless 你看到整個cooking area 由這裡一直延伸到這邊的paporation area 亦都是很少很少 apartment都有island的設計 少有地 無論一房還是兩房單位 其實絕大部份的單位 都會配備了一個酒櫃給你 你看到這個酒櫃的尺寸 其實比我們平時看的三四房屋 都還要再大一點 你見到今次這個dining room 比起平時的兩房 其實是寬落一點的 他預計你擺到一張六人飯桌 亦都不需要好像平時 可能六七八尺的兩房單位 要跟客廳合在一起 他就真的好自成一角四四方方 是自己一個dining area 所以如果你經常都有朋友 會邀請上來家裡吃飯 其實這個設計是非常之不錯的 客廳的設計 除了四四方方非常之實用之外 大部份的兩房單位 都是corner unit 所以可以兩邊窗彩光 相對來說 家裡會比較光亮 無論是一房還是兩房單位 很多時候都會設有自己的露台 所以會有一些戶外生活空間 很多客人在英國買樓的時候 經常都很擔心電視上不到 在牆上 你看到這次的show flat 可以示範給你看 電視是可以上到牆上 如果你在倫敦waterloo 大約一小時火車車程 就會去到火車站 其實由火車站走到我們今天 這個屋苑 只是大約七分鐘左右的暴程 我們也是黏著這裏的大學 就是University of Winchester 旁邊這裏也有一個醫院 其實在這裏走出high street 大概都只是10至15分鐘左右的暴程 看你街頭還是街尾 在這個area 其實其中一間最出名的私立學校 就是Winchester College 就是在high street走到尾 這間也是一間英國的傳統名校 也是英國其中一間最漂亮的頂尖私立藍校 也是非常難入 歷史是非常非常非常有久的 除了這間之外 在這區也有另外兩間私立學校 也是頂尖 除了我們普通的公共學校之外 在這區如果你想讀state school 基本上所有的state school 都是 either good 或者 outstanding GCSE 和A-level成績 平常生活所需 每天10分鐘都可以暴程 還有一條標準 dari小學至大學 也有治安非常好 整個環境也有クルー 有自己的歷史的古蹟 亦都是有一些trendy現代化的元素 是一個非常非常之不俗的一個地位 Nines Quartar是少有可以Walking Distance 回到Winchester的火車站 和Count Centre大概7分鐘左右 可以回到火車站的新屋圈 你見到這裏其實主要都是一些低密度住宅為主 你見到前面這幾個Block 基本上都是一至三房的Apartment 三房一出在Loco已經全部賣光了 我們整個屋圈的入口在這個位置 整個屋圈所有的路都會鋪上行人路 你見到這兩個Block 其實都是預計今年的年底就會收樓 中間會有自己一個Internal Quart Yard 所以有部份其實大部份單位看上去都是看上去圓景 或者是陸化景觀 其實它一磅的入手價都真的挺吸引的 500呎左右的單位 其實Satting Price 都說是34萬英鎊 而且所有單位都會送回車位 亦都是一個Allocated underground parking space 有部份的兩房單位的入手價都相當不錯 座向都很漂亮 例如這一棟 這一棟就會預計下年的Q1收樓 它有些向南這些二樓 兩房兩次大概七八十多呎的單位 配備了U型廚房 亦都有露台 亦都送回車位 說的Satting Price 都是50萬英鎊 差不多是London賣一房的價錢 亦都吸引了非常之多的 Young Professional 在這裏租樓 或者在這裏買樓 所以現時在這一區買了 有不少都是往返倫敦的 可能是Hybrid Working的Young Professional為主 除了是Apartment之外 這裏亦都會推出部分的Town Houses 這個會是年底我們便會推出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早點和我們訂閱的興趣 其實整個屋苑都會有自己的Concierge Service Concierge就會建造這個Block的Ground Floor 所以如果平時是修件 或者是屋苑有任何問題 那你亦都可以有Concierge 是可以幫到你 亦都會有自己的Residence Gym Residence Gym 就是在這裏的Ground Floor的位置 其實它的整個配套 不算是很Fancy那種 但是它的管理費 比起其他一些大型的屋苑 或者倫敦的屋苑 其實都挺划算的 它的管理費是2.5-3磅一呎 所有的單位都有自己的Allocator Parking 所以這個屋苑如果給一些 譬如是年輕人士上班 不需要每天都要貼住London的話 這裏的感覺是相對比較少少 像Cambridge那樣 如果大家對這個屋苑 或者對Winchester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們快點聯絡我們 問我們拿多一點資料 或者如果你是心疑想看 Winchester附近的房子 這些是一些非常罕有的選擇 只有16間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快點聯絡我們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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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